我覺得最棒的地方就是它每一季會配息 每一季會配息 這個定起來就很適合純股啦 對 再來第二個我覺得不錯的地方是 它不管盤前盤中盤後 都是用一股當交易單位 一股當交易單位 其實台股它在盤中的時候 都是一張一張買的 對 然後盤後有零股交易啦 可是相對來講流通性沒有那麼的好 是 所以像是大力光現在一張應該要300多萬吧 對啊 我想哲青哥可能買得起 沒有沒有先別想那個 但是大多數人我想應該都是買不起的 因為你一張300多萬的話 對一般小資助來講根本沒有能力可以負擔 可是美股的話它是一股一股買 一股一股買這樣 意思就是說假設大力光它今天是在美國上市的話 你只要台幣3000塊就可以買大力光 對 然後美國有很多好公司嘛 像是以我們剛剛不是講蘋果嗎 蘋果目前股價差不多200美金左右 所以等於只要台幣6000塊 你就可以當蘋果的股東了 是 其實你的門 6000塊是一股的價錢對不對 對 相當於一台幣一股6000塊 對 然後這樣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門檻反而低很多 對 對 本來像我一開始小資助我也是從20萬開始 對 那20萬開始你去買台股 因為我們也常常聽到說你要分散風險嘛 你要分散買10家公司才比較安全嘛 對 我們應該常常聽到這樣的說法 對 但是你去分散買金的時候你才發現說 你在台股想要分散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 對 那這樣的話在美股你因為零股的關係 反而你可以做到更容易做到分散 對 而且它的漲跌幅是不是 沒有限制這件事好奇怪喔 對 很多人聽到漲跌幅沒限制他反而會很害怕 對啊 因為他覺得好像一天可能飆很高 但意思可能就是一天可能會跌很多 對 那這個我反而是覺得還好 因為其實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基亞 有 在2014年的時候基亞他不是研發那個星耀嗎 對 然後呢 後來他因為星耀那個其中開發沒有過 所以他就在一個月內 連續18張跌停損失 然後所以跌了差不多7成 是 就是因為台股有跌幅的限制 對 台股因為有跌幅限制 所以他會跌停鎖死 等於說你想要賣的人他會賣不掉 是 對 然後呢最後變成說大家反而會 一起恐慌性的賣壓 就是大家一起集體恐慌性 本來搞不好跌個20%就結束了 但是他因為大家都很恐慌 最後反而跌了更多 是 但美股的話如果有這種重大利空的話 反而他可能一天之內他就反應完畢了 是 再來的話我們美股他最 我覺得最棒的地方一個 就是他每季會配型 每季會配型 每季都配 每季都配 而且像是台股的話 如果你們有買台股的話 你們應該會發覺台股的儲權希望季 應該都是在七八月 對七八月 不會有其他月份 都是集中在七八月 對 但是美股他每一家公司 他配型的月份其實都不太一樣 不會集中 是 那不會集中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自己稍微去搭配一下 你就可以每個月都可以領鼓力 對 所以 而且我們有講過 美股他分散很容易 你要打造一個 每月可以領鼓力的組合 其實至今門檻是不會太高的 是